嗨大家好我是YG 不曉得各位幻獸帕魯玩得怎麼樣呢 但我們玩到後期50等基本上都是在搞建築或是強迫帕魯交配刷詞條 還有刷地層來搞科技點或是高稀有度的圖紙飾品 隨著資源越來越多這次我把所有帕魯的專用裝備都給做出來囉 所以今天這集就我們來聊聊幻獸帕魯最強夥伴技能TOP18 讓我們看看在科技點有限的狀況下 哪個帕魯的夥伴技能是值得先拿出來玩一玩的 那當然TOP18純屬個人看法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你心目中最強的帕魯夥伴吧 那廢話不多說啦我們正片開始吧 Let's go 欸不曉得各位玩幻獸帕魯是用劍屬還是用搖桿來玩呢 雖然說劍屬玩這類沙盒生存遊戲很方便啦 但戰鬥跟丟寶可夢的時候我還是比較習慣用搖桿 好家在這個遊戲你用搖桿只要你按瞄準不管是丟球啊還是射擊啦都有自動輔助瞄準喔非常的方便 所以今天就要來推薦大家一個好用耐操的手把 由Gainer電玩酒吧打造的Proxy Legends 7 代傳說特式手把 濾鏡配色搭配水晶按鍵呼吸燈滿滿的電競感 連發功能自定義按鍵組合輕鬆掛機一鍵放招 陀螺儀T感讓你射擊更輕鬆 五段陣度根據個人喜好自由調整你要奪陣就有奪陣 除此之外7代手把還可以支援Switch PC手機平板等多種平台 用在Switch甚至還能遠端喚醒這麼多功能的手把根本堪稱是帕魯界中的最強工具人啊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啦不用怕說手把過勞跟帕魯一樣被操爆 你買這隻手把後期如果有任何問題他們還有提供一年半的漂移保固 你不用去買貴貴的高級藥品也不用把這些手把丟到焚化爐去火化 直接私訊他們的LINE官網就可以囉 這CP值真的非常的高啊有興趣觀眾心動不如馬上行動還點擊我的影片 說明欄連結下單吧 好老樣子一開始我們先來介紹幾個遺珠之憾 首先呢是葉胖達跟雷胖達 他們的夥伴技能呢不良熊貓其實還蠻強的是使用這個榴彈發射器 我們可以切在他們的背上連續發射榴彈來轟爛對手可謂是爽感十足啊 但目前這個榴彈發射器啊應該說所有爆炸類的武器都是有BUG的 在外面用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你是在地下層啊或在山洞裡面打BOSS那這個東西是萬萬不可使用喔 因為他的爆炸力道啊很容易會把BOSS給彈開卡進山體裡面 而且發生率非常非常的高 除非你是要用來打防禦據點那種群怪啊 不只打起來會很有效率也會非常的爽 不然我是不太建議大家用這個榴彈發射器喔 那另外一個遺珠之憾也是同樣的理由喔 就是我們的佩克龍還有派克龍 他們的鞍具是飛彈發射器而且還是傳奇等級的啊 用來轟裙罐也很爽 再加上他有自帶追蹤功能所以你也不用怕說會打不中 但這個東西就跟榴彈發射器是有一樣的問題的 無法在室內或是山洞使用是很容易把BOSS給打進山體裡面 再加上他們也沒辦法當作載具使用啊 所以就先列為遺珠之憾 好的那接下來就正式來介紹我們的TOP10吧 TOP10疾風准 初期大家都會用的飛行載具 等我們探索到火山沙漠或是雪地啊 你就會發現這種會飛的帕魯很重要 甚至我們想要跨海到淨烈區也其實不需要會游泳的帕魯 這種鳥類型的帕魯在海上也能去回復耐力 那疾風准可以說是飛行載具中的入門款喔 飛的速度超慢耐力也消耗的很快 但是他在15等的時候就可以解鎖了 很前期就能拿到陪我們度過了不少時光 所以我還是想把他放進TOP10給他一個榮譽勳章 TOP9碎炎龜 如果你會擔心十字搞總是壞掉 那碎炎龜絕對是你初期挖礦的好幫手 他的夥伴技能磚頭粉碎澤 可以讓你用很高效率破壞礦石 尤其是你遇到那種礦脈密集的地方喔 你走到哪他就轉到哪 到時候我們就只需要收割地上的碎片就好啦 額不過也是要考慮一下負重問題就是了 那碎炎龜的安具是19等就可以解鎖了 也是前期就可以獲得 TOP8暴電熊 他的夥伴技能是黃色重型戰車 是這個遊戲裡面唯一可以讓玩家體驗火神機槍的帕魯 他的安具也是傳奇級別的啊 很後期才可以開到 不過我有試著用這隻去打一些比較後期的Boss啊 在沒有農任何磁條或是帕魯魂的狀況下 打出來每一發都是個位數 所以其實這隻我玩起來啦 感覺是很爽喔 但如果你要說用途的話 可能是要把這些傷害磁條 或是帕魯之魂或是壓縮機這些農耗農蠻才會比較有看頭一點 TOP7綠胎龍怪跟白龍血怪 是我們搬礦搬素材的好幫手 他們的夥伴技能呢是雪山巨人還有南國巨人 每帶一隻在隊伍裡面就可以增加120的負重上限 所以如果你是要挖礦的話呢 你就可以帶5隻也就是說600的負重上限 那如果是用濃縮機來升星的話 還可以去提高更多的上限 那這樣聽起來雖然說缺素材對我們很有用 但玩到後期你結束了個東西負重上限 反而就沒有到這麼的重要 那個東西呢就叫做幽極爪勾槍 玩到後期你會發現不管你負重上限再怎麼去升級 出去挖礦也是可能敲完兩三個礦就是極限了 但我們解鎖這個爪勾槍之後是可以無視負重上限去進行移動的 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像我們把這個礦賣給敲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爪勾槍來拉地面 拉到另外一個礦旁邊繼續敲礦 這個敲完呢再換另外一個 那等我們礦全部都敲完 假設你們伺服器沒有開死亡懲罰 那是可以直接自殺回營地的 到營地的時候再利用爪勾槍移動 拉到儲存箱旁邊再把素材給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們伺服器有開死亡懲罰的話 那可能就要選那種礦點附近有傳送點的地方了 像最有名的礦點就是這個破敗教會旁邊 我都是缺礦的時候來這邊挖爽爽 再用爪勾槍移動到傳送點傳回營地 只不過目前爪勾槍還是有很多BUG就是啦 像是有些位置你繩子已經射出去了 但人卻沒有飛過去 結果爪勾槍已經開始在計算CD了 或是說有時候因為地形的問題 還有路徑之間有障礙物會讓你人飛在天上動不了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切換武器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吸完之後這些BUG還是可以被修掉 TOP6異構格力分 夥伴技能是基因改造 他可以讓你騎乘也可以讓你在騎乘的時候 這個暗屬性攻擊獲得強化 如果你是把他當一個載具來看的話 他的飛行速度跟耐力消耗都還算是中等以上 是沒有到同樣身為翅膀四角獸的幻動獸怎麼的方便 那他為什麼可以位居TOP6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專屬技能神聖災禍這個非常的強啊 這招威力有160 使用之後格力分會往前衝刺 並同時放出好幾個暗屬性的雷射光 並且這些雷射光是帶有自動追蹤效果的 如果是有在洗磁條或是壓縮機身心的狀況下 這個傷害會非常的可觀 個人覺得他的專屬招式應該算是目前帕魯裡面最強的招式了 TOP5 阿努比斯 身為最強工具人又是地面屬性最強的帕魯 這次TOP10當然也有他的份 他的夥伴技能是沙漠守護神 是當我們叫他出來的時候 我們玩家的攻擊會被賦予地面屬性 用來打落地面的帕魯 例如說永豔同心會的波魯傑克斯 是可以多出兩倍傷害的 那他跟其他轉換玩家屬性的帕魯 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他是可以單兵作戰 意思就是說在戰場上可以他打他的 我打我的 因為其他帶有轉換屬性的帕魯 都是需要你騎上去才會觸發效果 但這樣其實有個風險 如果遇到那種追尾能力比較強的攻擊 然後結果剛好你的帕魯速度又不夠快 一次打到你跟帕魯吃到的傷害就是double 我也是遇到了不少狀況是直接死在帕魯身上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使用翻滾來去躲招式 不過騎成方面也是有好處就是了啦 我等等再跟大家提 TOP4 雲海陸 這次就不用講了吧 前中後期基本上都是人手一隻啊 他的夥伴技能風雲 是可以讓玩家騎乘的同時還能有二段跳 耐力消耗算是中等 那速度也算是中上等級的 那他還有一個特點 可能是因為這個雲的特性 讓雲海陸在下墜的時候會有緩速效果 所以我們在使用他的專屬衝刺技能 陰雨之然的時候 如果是在懸崖上使用 就能空中衝刺一大段時間 同時這個陰雨之然也是 所有衝刺技能裡面最強的衝刺技能 如果再搭配上各種速度詞條 那他的衝刺堪稱是離譜 絕對是目前最強的陸地載具 也是前中後期 各位的開圖好幫手 TOP3 幻冬獸 還有幻夜獸 這兩隻畢竟是牙種嘛 所以我們就一起介紹 夥伴技能是冰天馬 還有黑天馬 那在載具方面 他們的耐力消耗算是很低的 並且速度也算是中上 可惜的是畢竟他們不是鳥類 而是翅膀式角獸 所以渡海的時候 如果沒耐力了 是沒有辦法在海面上恢復的 除了可以讓玩家騎乘 還可以去轉換玩家的屬性 並強化這個屬性 這個特性算是目前 讓他們被歸類在TOP3的一大重點 例如說冰天馬 他會把玩家的屬性 變成冰屬性並進行強化 那黑天馬則是變成暗屬性 並進行強化 如果缺打弱屬的帕魯玩家的攻擊 是會獲得兩倍以上的增傷的 那另外這個強化 也是可以用帕魯濃縮機去增強 最多還可以再增強100%的傷害 像是我們去刷天窩龍BOSS 來去刷出傳奇火箭筒圖子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幻冬獸來打 而且幻冬獸你不需要去考慮配種刷磁條 你直接去抓一隻BOSS 是有1萬多血量的可以現抓現用 就算你不想騎乘他的冰屬性主動技能也有機會讓帕魯陷入冰凍狀態 讓玩家還可以多一波輸出 那幻夜獸最大的用途就是我們可以去刷聖光騎士 來去刷這個傳奇帕魯金屬盔甲圖子 那這邊就要去提到騎乘飛行帕魯的好處了 像聖光騎士他的對空應對其實很弱 就算招式可以往空中打 以幻夜獸的速度跑一跑是絕對閃得過的 那最終就變成一個局面了就是我們騎著幻夜獸在空中爽爽色 那這邊順便提供大家幻夜獸的配種攻勢 除了讓他們自己互相配以外 唯一的配種攻勢就是讓幻冬獸去跟敏凱歇來配種 就可以去配出這個幻夜獸啦 Top 2 空窩龍是目前最強的飛行載具 耐力消耗中等但速度極快 讓很多帕魯都看不到他的車尾燈 那加上我還有拿到一隻神術加傳說詞條的空窩龍 額外再多45%速度提升 所以基本上到了後期我在移動的時候都是改用空窩龍了 那你說空窩龍這麼好用 欸居然不是Top 1嗎 這方面其實要提到空窩龍目前的兩個缺點喔 第一個就是他的夥伴技能地毯是轟炸 是可以在飛行的途中叫出飛彈發射器把敵人給全部轟爛 欸聽到這裡大家應該就知道了吧 沒錯這個飛彈發射器跟派克隆那個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在山洞或是在地下城 對BOSS使用是很容易把他們給打進圖外模組的 不過如果你在外面對付大量敵人 例如說防禦據點的入侵 我就覺得這個會非常的好用 不僅可以第一時間抵達戰場 還可以用自動追蹤的導彈轟爛敵軍 那第二個缺點呢 雖然說他是目前最快最方便的載具 但等到我們後期獲得他的時候 我們的地圖也基本上開的差不多了 玩到後期我幾乎都是強迫症啦 卻把這些地圖黑黑的部分給插掉 後說再跑地下城的時候才會去用他 不過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他進到地下城裡面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使用空握龍的 龍是可以叫出來啦 但他的體型太大了是無法穿越洞口的 所以後期地下城我還是會帶一隻雲海露出來跑 好的那最後Top1 殺小子 沒想到最強夥伴之位居然不是神獸 而是這個奇葩名字前起名的傢伙 不過各位可不要小看他喔 我之所以會把他列在Top1是以DPS來看的 我看蠻多人不知道殺小子有多強 至少我認識有在玩的朋友 我問他們說 欸你知道殺小子很強嗎 他們都會回我 殺小 OK沒事那我這就帶大家認識一下這個殺小子有多強 他的夥伴技能是一怒沙沙 只要你放一隻在隊伍裡面就會提供玩家10%的傷害加成 後期我們在刷傳奇凸子的時候 最常見的搭配就是隊伍裡面四隻殺小子 然後一隻主書出手 所以我們剛剛有介紹到的幻冬獸去刷天窩龍嘛 其實正確的用法就是隊伍裡面像這樣子放四隻殺小子 然後一隻幻冬獸 好那再來第二步要完全發揮出殺小子的潛力 還需要搭配一個磁條叫做突襲指揮官 那最好是隊伍裡面四隻殺小子都要帶有這個磁條 然後主書出手也有的話會是最好 那第三步就是我們要用這個帕魯濃縮機 把這四隻帶有突襲指揮官的殺小子濃縮116隻 讓他的易怒沙沙達到Lv.5的強度 這樣原本提供玩家10%的傷害加成 在Lv.5就會變成20% 不過四隻都濃到滿級 你可能會想說哇尾名也太乾了吧 好那這邊又要提到殺小子另外一個優勢了 通常我們在濃縮一隻帕魯到滿級 需要再抓116隻的帕魯來濃縮 但想著幻動獸這種BOSS級帕魯 因為地圖BOSS有CD嘛 聲音顆蛋又需要5分鐘嘛 所以要濃縮116隻正是要花不少的時間 但殺小子的話呢 在我們的地圖裡面是可以看到有一個傳點 叫做殺小子的地盤 這邊有一大堆的殺小子可以讓你抓到手軟 我就在這邊用自動追蹤帕魯球一直抓 直到抓到四隻帶有突襲指揮官的殺小子 多出來的就把他們全部支援回收掉 耗的時間成本可以說是比其他帕魯低出了不少 甚至你要說殺小子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好濃縮的帕魯 其實也不為過喔 那當我們把四隻殺小子都升到Lv.5 再加上有突襲指揮官這個詞條 這些全部疊加起來最多是可以獲得120%的增傷的 那假設你又有在地下城刷到兩個攻擊加2的吊墜 一個提供15%那這樣全部總共加起來就是150%的增傷 那當然啦如果你是想要追求更高的DPS還可以去吃料理 像是波霸牛啟絲漢堡他還可以再提供20%的攻擊力 如果讓主輸出手也能帶突襲指揮官的話 詞條再多拿到10% 使用的武器吸油度越高也能有更高的傷害 或是到了後期我會去做這個失憶藥水喔 原本前期為了搬物資我是都會點在負重上限 但現在因為有爪勾槍了嘛 我又是以打BOSS為主 所以就會改成把大部分的配連都配到攻擊力 如果說你今天攻擊力沒有點多少 就算你配了上面那堆東西輸出D也是很正常的 畢竟他是以你角色攻擊力去當激素再乘上那個倍率 激素小的話那當然這個傷害就不會到這麼的高 不過要提醒各位目前失憶藥水他是有BUG的 使用之後會把你用翠葉鼠雕像換的捕獲力給全部刷掉 但是刷掉之後他會依照你捕獲力的等級去返還一點的屬性點 例如說原本你升到了3級 那你把點數洗掉就會多拿到3點的屬性點 所以有些玩家會去消耗一個翠葉鼠雕像讓捕獲力上升1級 再使用這個失憶藥水來洗點 這樣就等於說你是用一個翠葉鼠雕像去多換一個屬性點 來去提升屬性點的最大上限 但我自己是洗了兩次就放棄了啦 因為失憶藥水需要99個美麗花朵 就算你每天去當彩花賊去這個禁列去摘花 也不知道摘到民國幾年喔 反正以我現在的配置後期打BOSS刷圖只是真的很輕鬆 像空窩龍不考慮免斬的話其實都是大概3發火箭彈就可以解決 總之殺小子最大的利用價值就是4隻放在隊伍裡面 那第一隻就放那種夥伴技能可以去轉換玩家屬性的帕魯 像是暗屬性就用換夜獸 冰屬就用幻冬獸 龍屬就是用極旋幼等等 殺小子在每種屬性都可以去搭配 取得又容易所以才會成為我心目中的Top1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強夥伴Top10啦 不曉得大家心目中的前10名又是誰呢 歡迎在影片留言區跟大家分享吧 那如果你覺得這影片講的不錯也歡迎幫我按個讚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不想錯過之後更多的影片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按讚 啦 還有 還滿 我 ro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